日安專科 十倍濃縮馬卡 挑戰業界最高含量 嗨 大家好 我是趙佑 我想大部分的健身愛好者 都希望能長更多的肌肉 得到更好的身材 那究竟肌肉生長的機制是什麼 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下 肌肉是如何生長的 以及我們如何根據這些知識 來優化訓練內容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 什麼是肌肉生長 我們常說長肌肉或是肌肥大 當我們說肌肥大的時候 簡單來說 就是肌肉組織的體積增大 這是科學上的第一名 我們的肌肉是由肌纖維組成的 而組成肌纖維最小的單位 我們稱為肌小節 所謂的肌肉生長 就是在肌纖維中增加肌小節 增加的方法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是平行增加 或是你可以說並排增加 用並排的方式增加新的肌小節 第二種是縱向增加 或是你可以說串聯增加 就像你在鐵鏈上增加一個新的環節 根據目前的研究發現 肌肉增長主要是透過平行增加而來的 縱向增加雖然也存在 但跟我們進行重訓間的關係 還不是很明確 講到重訓大家一定都知道 重訓是刺激肌肉生長最重要的因素 那為什麼重訓可以刺激肌肉生長 我們以前很常說肌肥道有三大要素 機械張力 代謝壓力 肌肉損傷 機械張力現在普遍被認為 是驅動肌肉生長最重要的因素 機械張力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個是主動的張力 當你崛起重物時 肌肉收縮後所承受的張力 第二個是被動的張力 當你肌肉被拉長時所受的張力 研究發現這兩種張力 都能刺激肌肉生長的信號 所以如果我們在訓練中結合這兩種張力 很有可能帶來更好的訓練效果 接著我們來看代謝壓力 代謝壓力指的是我們的肌肉 經過訓練後會產生許多代謝廢物 像是乳酸、氫離子、磷酸根 同時也會感覺到肌肉腫脹 而最早的假說認為 這些代謝壓力也是肌肥大的因素之一 不過這十幾年來 並沒有足夠研究證據支持這個假說 所以目前我們普遍不會認為 代謝壓力在肌肥大中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最後是肌肉損傷 肌肉損傷可以讓衛星細胞動起來 可能可以促進訓練後的肌肉適應 進而產生肌肉增長 但是這個過程 我們不用透過肌肉損傷一樣做得到 在我們一開始說的機械張力 只要讓肌肉承受張力 這個現象就會發生 所以肌肉損傷同樣也不一定是必要的 那說到肌肉損傷 我們就要提到每個健身的人 都一定會遇到的現象 延遲性肌肉痠痛 以前我們都說肌肉要先被破壞 然後再重建變得更強壯 但現在我們知道 事情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雖然肌肉痠痛的確跟肌肉損傷有關 但它們之間並不是完全的正相關 肌肉痠可能更多的 跟細胞外基質的變化有關 而不只是肌纖維本身的損傷 簡單來說有肌肉痠痛 並不代表你真的有肌肉損傷 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 訓練後的肌肉痠痛才對 輕微到中度的痠痛 可能表示你的訓練有效 但是如果痠痛嚴重到影響日常生活 或是下次訓練 那可能就代表你做的太超過 沒有痠痛也不代表你的訓練沒有效果 你完全可以在不感覺到明顯痠痛的情況下 一樣讓肌肉增長 簡單來說 肌肉痠痛不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你不需要太建議 接下來也是一個常見的話題 肌腔肥大 以及肌原纖維肥大 大家以前生物課都有學過 一個細胞會有很多東西組成 基本上就是細胞膜、細胞質、細胞核 肌肉細胞也是一樣的 肌腔你可以理解成是細胞質 主要是由水分組成的液體 有一些研究表示 做一些輕重量高次數的訓練 更容易產生肌腔肥大 這一點跟我們剛剛說的代謝壓力有關 訓練後產生的代謝廢物或是發炎反應 都有可能讓細胞內的水分變多 也就是讓肌腔變多 這也算是肌腔肥大的一種 但這種狀態只是暫時的 所以沒有太大的意義 另外我們剛剛說 肌腔主要是由水組成 不是水的部分占的體積非常的少 追求這些東西的增加 以食物上來說意義不大 而且撇除掉水分 我們目前還找不到有效的訓練方法 來讓肌腔的體積大幅增加 所以基本上追求肌腔肥大 對於長期的肌肉生長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們應該關注的是肌原纖維肥大 肌原纖維就是我們肌肉中 真正負責收縮的部分 一樣透過主力訓練 給它足夠的上力 肌原纖維就會增長 接著是慢縮肌 跟快縮肌纖維的生長 我們剛剛說 以前我們認為 輕重量高次數的訓練 可以促進肌腔肥大 這件事的意義不大 但這不代表 輕重量高次數的訓練 就完全沒有用 有一些研究發現 輕重量高次數訓練 可能更有利於慢縮肌的生長 而大重量低次數的訓練 可能更有利於快縮肌的生長 但也有研究沒有發現這種差異 雖然證據還不夠強烈 但從食物上的角度來看 結合不同重量跟次數的訓練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至少從研究來看 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壞處 再來是等長收縮 離心收縮和向心收縮 肌肉的收縮的類型 我們通常會區分成三種 第一個等長收縮 肌肉產生張力但長度不變 第二離心收縮 肌肉在拉長的同時產生張力 第三向心收縮 肌肉在縮短的同時產生張力 研究發現 這些不同類型的收縮 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細胞信號 這代表我們融合不同類型的收縮 可能會帶來更好的訓練效果 特別是離心訓練 有證據表示 它可能對肌肉的某些區域 有額外的影響 例如在骨外側肌中 離心訓練可能更容易刺激 遠端部位的生長 雖然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來證實這些論點 但目前的建議是 我們可以在訓練中 包含全程的動作 有向心收縮也有離心收縮 離心階段控制速度 不要直接下放 也可以考慮加入一些 特別加強離心的訓練 講了這麼多的理論知識 我們到底如何將這些知識 應用在實際的訓練中呢? 我分享一些我的建議 第一個 利用被動張力 主動張力大家都會做 但被動張力是我們可以加強的部分 例如做腿部屈伸的時候 你可以把上半身稍微向後傾斜 讓你的骨質肌被拉長 增加骨質肌的被動張力 腿彎舉這個動作用坐姿 而不是俯臥的姿勢 也可以增加腿後肌群的被動張力 第二不要忽視沖血 雖然代謝壓力的證據還不確定 但適度追求肌肉沖血感 基本上沒有壞出 要記得是適度而已 你可以在訓練的最後 加入一些高次數的訓練 為你的訓練收尾 第三適度追求變化 定期更換輔助動作 可以增加一些輕微的肌肉損傷 可能可以幫助啟動衛星細胞 但是主項目還是那些多關節動作 創造足夠的機械張力是最重要的 但你可以在輔助動作做一些變化 第四結合不同的重量範圍 訓練應該包含比較大的重量5到10下 和比較輕的重量15到25下 兩種不同的訓練 這可能可以幫助刺激不同類型的肌肉纖維生長 第五加入離心的訓練 可以考慮加入一些專門的離心訓練 但要注意控制好總訓練量 避免過度的疲勞 第六專注在實際的進步而不是自我感覺 不要把肌肉痠痛當作訓練效果的指標 你應該專注在長期的進步 例如重量或是次數的增加 第七保持耐心跟一致性 肌肉生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需要時間跟耐心 保持訓練的一致性 比追求完美的訓練計畫更重要 好我們今天討論了很多 關於肌肉生長的科學知識 但我想要強調的是 雖然了解這些機制很有趣也很重要 不過不要讓自己陷入想太多的狀態 你要實際去練才會有進步 想東想西是沒有意義的 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 最重要的是保持訓練的一致性 逐漸增加訓練量跟強度 確保充足的營養跟休息 然後享受訓練的過程 時間到了你的身材自然就會變得越來越好 最後問問大家 這種類型的影片你們喜歡嗎 會不會看得很想有誰 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幫助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是點擊下方的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做更多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投資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MV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